李二三的詩,朦朧飄逸,很難估,他一生最慘是身為牛黨中人,妻子卻屬理黨,首詩是否與他做夾心人的境遇有關呢? 當然所謂的詩無達古,即是說任何詩,除了作者之外,沒有人有一個確實的解法,但是這個解法,你就是逐句逐句看下來,即是跟著意思看下來,你覺得整體是不是順呢?以及是不是合理呢? 就是這樣,殺殺東風,世雨來,東風就是春天的風,突然之間,春天的風是怎樣呢?其實是引起人的情思,春天引起人的情思,固然是像你所說的,陸傑這個是背景,附庸塘外有氫雷,為何突然響雷呢?這個氫雷並不是指探雷,這個氫雷是車行的聲音, 即是居倫雷,馬燒燒,有一個車隊是來了,載了些什麼人來呢? 金蟬,聶鎖,蕭香入,玉虎牽絲,給井匯, 喂,沒有東西鎖得密得過,那個金蟬,即是咬住把鎖,這麼嚴密的封鎖, 那個井就深到很難是可以拿到水,但是依然是有破綻的,那些香是可以飄進去, 香是代表了挑情的,其實是,你明白嗎?玉虎牽絲,你的井多深都好, 只要中間是有梅隱的話,其實就可以搞定你的,其實是, 這句解釋得好,這句解釋得好, 賈氏規念韓元兆,那個賈午,喜歡這個韓秀,是真心的, 伏妃流枕魏王才,你口口聲聲,李商人,你告訴我,你愛我的才華,其實是假的, 一遇到年輕人,你就跟他走去,那一對車隊就是來求婚的,你明白嗎? 那一對求婚的車隊,有一個英俊,於是有人為他們作媒忍, 所以你就將那個世盟全部拋棄了, 這句是騙我的,就是伏妃流枕魏王才, 其實真心的就是賈氏規念韓元兆, 所以他才是春深莫共花憎法, 一吋相思,一吋灰, 即是如果以那個時代背景來說, 我懷疑他這首詩所寫的,其實在歷史背景, 就是他的衣製,所以才這麼難表達, 你明白嗎?他和他的衣製是有詩情, 他的衣製就說愛慕他的才華,就永遠都不嫁, 結果果然他的衣製就是人家來求婚, 那個人就年輕、英俊,就嫁了給別人, 所以他的意思就很完整, 是不是整首詩很完整? 我聽過你講,不過我懶得, 我懶得示範,可以解到的,你解我給我聽, 是嗎?當時整首詩是完整的, 何以寫得這麼隱悔呢?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怨恨, 就是說那個偷情是無孔不入的, 金善,聶索,蕭香入, 他根本那個人來求婚,他已經和他好了, 他的衣製已經是, 欲虎牽絲,吸者會,已經有了詩情了, 假是規念,韓元少, 就是真的, 伏妃漏枕魏王才,就是來騙我的, 那麼去到這樣,我有什麼辦法,不是春心莫共花憎法, 一全雙屍,一全不悲慘, 金善,很傷感,很悲慘, 這樣就解得很清楚, 而是呢,我就是說, 任你們找任何註釋, 你看都是資離破碎的, 那些人的註釋, 沒有了整首詩的介紹, 先生,我想請問一句, 是你自己想出來, 還是有人啟發你, 因為你是看了, 你是看了,有人解, 我是看了不明白,於是我就追尋解釋, 為什麼這首詩我會解不明白, 這麼奇怪, 就是,句句好像不相干的, 即是想解釋給我聽, 那些隱蔽的詩必有隱蔵, 明白, 那就是說, 其實今天不是想講這首, 因為我看到一個女生, 有一個女人不是女生, 他就去請一個跳舞先生, 那個人,他還來,你告訴他, 我其實是想講第二首, 其實一開始我也不喜歡講這首, 因為這首很深, 但是後來我發現有趣, 因為他難解, 他就請了跳舞先生, 人家就告訴他, 那個跳舞先生, 就是, 跳拉丁舞是很水皮的, 但是很高大,很英俊, 結果他也選了那個跳舞先生, 所以我們當時就說, 雅士歸念韓元兆, 復飛樓枕藝王才, 那個助手一租, 就把這首詩打上去, 那意思呢, 我就解這首詩, 有意思, 不如你把無題四首, 逐首逐首解, 下一次就解, 解多一首, 講開, 另外一首我很喜歡, 就是, 你要想像整個情況, 頭身進去李襄隱, 你就會明白, 來是空然去絕中, 月邪流上五更中, 夢為遠別, 提難換, 書被吹醒, 墨未濃, 納照半龍, 金飛翠, 第五第六句最難解, 受婚未度, 受香味,受婦庸, 逢流浪與恨逢山遠, 近隔逢山一萬重, 射香味度受婦庸, 就是這樣, 你要想像整個情況就是這樣, 那個女孩子, 是她坐在那裡, 那個女孩子說, 我現在走了, 我很快就會回來, 來是空然去絕中, 一去就沒有了尾, 撕了尾, 越邪流上五更中, 一直等到月光越來越邪, 她的鐘樓已經打到五更, 五更是天亮, 影都沒有見, 那個女孩子, 放了飛機, 因為她不斷, 其實她在等一等, 欺負了, 所以夢為遠別, 發夢,你要嫁去很遠的地方, 我哭起來, 哭醒了自己, 想叫回你, 也叫不住, 夢為遠別, 提難換, 於是一怕她就說, 難道你真的要走, 立即磨墨, 寫一封信給你, 但是心急只是磨了兩下, 書被吹盛, 墨未弄, 後面那兩句是最難解釋的, 一回頭一看, 你要明白才行, 立照灌龍, 金翡翠, 除了金翡翠, 點了蠟燭, 已經燒了大半, 剩了一點點, 射香味道, 瘦芙蓉, 瘦芙蓉是那些被子, 枕頭, 瘦了芙蓉在那裡, 是用香, 特意點香, 是可以分到那些被鋪, 以及蚊帳, 是香了, 是等那女兒來搞事, 整整的香業, 你回頭一看, 真是自己當堂棄平, 你知道嗎, 這兩句其實是這樣解釋的, 這個也有人解釋過, 是, 流浪以恨鳳山遠, 流遠入天堂再入, 進不到, 以恨鳳來好遠, 現在不是, 我告訴你, 雙隔紫尺, 但是就沒辦法再見到你了, 更加鳳山一萬蟲, 恨隔鳳山村萬蟲, 更加鳳山一萬蟲, 是不是, 就是李襄忍, 他經常都專門寫這個隱悔詩這個人, 其實他的外父是一個截道士, 是李黨中人, 他就是牛黨中人, 王茂元, 爭如你得意, 爭如你得意, 變成兩邊都得罪了, 他就是這個, 那個是誰的徒弟, 令狐楚, 令狐楚就是教他張咒, 寫咒章給皇帝, 他確定得到他的真傳, 所以他寫的張咒是最華麗和最得體的, 他有兩句詩, 李襄忍就說, 自從半夜傳以後, 不善亡長得背刀, 他是拿到令狐楚的真傳, 但是結果在仕途上是一蹶不振, 因為這個依惠於牛里兩黨之間, 那時候去到唐末, 他們說樂理黨爭, 是的, 所以李襄忍的詩, 就是一直都很難解的, 其實就是這樣解釋, 真的這麼有趣, 他的詩領詩特別, 領詩難解, 這個人整天想追求女兒, 整天想和別人有詩情, 所以這些全部都說不出來, 李襄忍是第一, 講情詩是第一, 中國其實有二三十個是一流的詩人, 這些人其實如果放在世界文學史上, 都已經是一流的詩人, 從屈原開始就是這樣, 但是有兩個再超班的詩人, 就是李伯和杜甫, 真的是再高其他人一班, 是更厲害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真是很難解釋, 李伯和杜甫, 但是他兩個都先不忍悔, 為什麼他們會高? 你為什麼覺得他高人一班? 整體成就是高了一班, 真的在詩上面的成就是一班, 是很深刻的, 李伯和杜甫的詩並不忍悔, 不是學李襄忍的, 不是那麼淺白, 其他很多鬼才, 譬如曹直當然是厲害, 如果你看看李賀, 真的很有趣, 牛鬼射神, 碑李賀, 陸居, 那個插藏流淋, 主要說牛鬼射神, 石破天驚, 李賀的詩, 不是學他, 很喜歡李賀, 李賀很喜歡李賀, 或者宋池裡面, 你看見蘇東波新戲劇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想像力, 蘇東波也很喜歡, 其實好像電影感, 其實我覺得中國文化電影感很強, 你看看西方, 他不是電影感那麼強, 我覺得去到有二三十個人的詩詞, 放在世界文學史上, 真的不輸給任何人, 都在世界文學史上, 其實是一流的詩人, 其實是, 但是呢, 李賀和杜甫是在告一班, 真是, 有時候, 過別的那些寫, 有一兩首是很特別, 好好的, 可以的, 羅冠宗, 可以開西江月舊號, 寫得好, 還有, 黃渤那些詩有一兩首都很, 看到都很出色, 但是他又不是多產, 黃渤的問題是因為他早死, 整整他不是那麼多, 人家那些真的, 即是一直有這樣的水平, 寫到這麼多詩, 你只是一兩首堅, 這樣就很難看, 但人家說, 李賀應該是吸毒的, 喝酒吸毒, 那些, 那些, 喝很多酒, 那些什麼, 五食散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其實是食礦物興運劑, 所以才可以寫到這麼特別的詩出來, 可能是的, 不奇怪, 遲下會說的, 其實, 如果說遲, 你就說, 那個意境高, 你說蘇東波, 就是新氣集那些, 就很高, 但是如果說音律, 你就要那班認識音樂的人, 因為遲是可以唱的, 但是到南宋末期, 已經失傳了, 怎樣唱詩就是, 就是那班認識音樂的人, 寫的那些詩, 聲音是特別好聽的, 就是柳永, 周邦彥, 就是姜白石, 吳文英, 這些, 唐詩很多都是唱的, 所以你有楊關三碟, 楊關三碟, 將楊關再唱三次, 就是讓他一個reframe, 所以當時, 他幾個爭的就是, 就是誰人唱的詩是最紅的, 現在我來講廣東話讀的話, 師傅就知道了, 但是蘇先生, 我去追問一下, 為什麼會失傳了之後, 那些人又不唱呢, 變了曲, 他就轉了用原曲, 到了南宋末年, 那些人已經開始不懂唱詞了, 已經變了曲, 變了曲, 曲是更加淺白的,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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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叫做? Hayashi 說, 講國學這麼深奧,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你講日本國學也可以, 那時候到我, 不知道怎麼回答, 不是, 聽聽也好, 蕭先生好東西, 小弟遁塞, 遁塞,遁開, 遁塞,遁開, 不是, 就是為什麼我故意, 以後都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拿五分鐘來講, 其實你讀一下這些, 那些人的警戒會高了, 即是情感, 情感警戒是會, 我感想, 感受當然會高了, 即是感性了一邊, 給自己感性一點, 沒有那麼沉悶, 你想看蘇東坡那些, 詩詞那些人都豁達一些, 他是豁達很多, 說一些魚啊, 見到哪個人啊, 他本身有這個經歷, 因為寫好的詩人, 譬如韓宇和蘇東坡都經歷過那些, 被人貶職, 韓宇那首, 露鞭朝, 云橫巡嶺家何在, 雪湧南關馬不前, 說得多深刻, 他講一下, 他講一下, 船船八千里, 一次要風就九重天, 直扁朝陽,路八千, 直扁朝洲路八千, 敢為姓名, 徐閉善, 癇張, 呼扭式如年, 云橫巡嶺家何在, 之與遠來應有意,收吾鞋骨,漲漲崗變。 這個就是,說他的侄就是韓湘子了,你知不知? 會變魔術的,會變魔術的。 這個題都是寫話給他的侄,韓湘子。 是發先知人來的, 因為他教那麼多個徒弟,每個都成才, 但是韓湘子不讀書,問他, 韓湘子說,不要緊的,我不讀書不行的,因為我懂得玩魔術。 其中有兩句就是,雲環巡嶺家河,在慈隆文德。 一早就說這兩句,他說他被貶的,他間形佛骨被貶的那一刻, 去到巡嶺,他就突然想到,當日韓湘子, 預早就說了這兩句給他聽了。